福克肿瘤里边发病率最高的是公胸癌 第二位就算是子宫领膜癌 所以它的发病率现在在周年的上升 有些可能外源性这些刺激素 我们所接触的环境可能有关系 所以在周年上升 它表现的一个就是 绝经以后的出血是首要的 绝经以后了 越经医就不来了 它突然开始出血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想到 有没有内膜癌的可能性 再一个就是排液 它也保持异常的分泌物 在绝经医前的年龄的解带 它的表现就是异常的出血 就像刺激素长期的刺激 导致一个纵送完了 我们都没有及时发现 或者治疗以后 它可以导致一个就是发展到内膜癌 那么它是一个异常的出血 月经量众多 主要是表现的没有规律性的出血 分泌物的异常 就是这些表现 推荐汲到这些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阅 Joe Sardin 马上传播剧场——C vibrant